由于服务、食品、零售和其他物品的通胀下降 我国上个月的核心通胀率上升5.0% 和2月份的5.5%相比有所放缓 而这也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首次下滑 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发表文告表示 私人交通通胀放缓加上核心通胀率滑落 促使我国3月份的整体通胀率年比下滑到5.5% 比2月份的6.3%来得低 其中电费和煤气的通胀率年比上涨12.2% 而包括食物价格在内的其他领域通胀情况 则都有所改善 当局预计核心通胀率未来几个月将维持在高位 不过会适度放缓 而随着进口物价进一步下滑 以及国内劳动市场紧缩情况改善 核心通胀率预计会在下半年进一步放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